主料,特径小麦面粉600克,虾800克,猪肉550克,取皮马蹄200克,主料,蚝油3茶匙,盐,碱面6克,芝麻油1.5茶匙,鸡蛋一个,胡椒粉,熟芝麻一把,生菜,料酒,高汤,玉米淀粉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在面粉中加入一个鸡蛋, 5克盐,6克碱面,加入适量清水和撑干湿适中的面团,并盖上保鲜膜进行醒发,这只准备馅料用到的食材,鲜虾,猪肉和去皮的马蹄,把鲜虾去头去尾和壳,在去头时可以顺便拉出长线,包好的虾仁冲洗干净控水淋上料酒抓匀,把猪肉去皮去皮切小块,把虾仁切小段,并分成两份,马蹄,也切小块, 方便搅碎,把猪肉装进搅拌杯里扭紧,速度调低速第三格,较油10几秒即可,将好的猪肉倒出,把一部分虾仁用一样的当速搅碎虾仁,搅至小颗以后取出,接着把马蹄用一样的当速搅碎,三种食材混合,加入适量蚝油,芝麻油,骨脚粉,盐和少许粤米淀粉,用筷子顺一方向搅拌多一会儿, 让肉有弹性,搅好的馅味再加入炒熟的白芝麻搅拌,这时把净好的面团用面调剂多过几次,压成薄的长条,在面片上把上面粉防粘,折起来横向对半切开后再切成小斑块,集成了云吞皮,是一块云吞皮放上肉馅,再用的左右的板上一个小颜 收口捏成四包子状,几十月港茶餐厅多用的包法,也可以先对折,再把下面两个角叠起来捏合,包好后把高汤放入煮锅烧开,把包好的云吞下锅,云吞乳汁全部浮起,外皮透亮时加入适量脸搅云关火,把生菜用锅中汤的温度烫熟即可,烹饪技巧 虾的重量是带壳的重量,最好用活虾做馅,猪肉选择肥瘦相贱的前腿肉比较好 这个配方的馅,我包了约八十个云吞,挺大的,成员一般十多个环保,如果怕早上不够时间做的话,可以排前多做些 然后放入袋子,撒上点面粉轻轻滚动,将云吞上粘些面粉,放冰箱冷冻室,吃的时候拿出来煮就行了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